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記者直擊 新冠肺炎讓基礎病患者雪上加霜 官員嫌棄病床不願住 百姓無床 相繼死亡 坐實中共隱瞞真相 是位專家不去湖北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2月18號 大陸搜狐網華商韜略的官方帳號 刊載了一篇文章說 廣西南寧的一些網民在網上團購了一批口罩 但是當他們從微商手中拿到口罩的時候發現 這4000個口罩竟然來自於武漢 發貨單位是武漢市總工會 而且包裝盒上都寫有救援物資的字樣 武漢的一名志願者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這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夠做得到的事情 後面肯定有一些勢力集團在操作 他說 在武漢的醫院現在都缺少防護物資 醫護人員都在求救的情況下 外界捐給他們的物資竟然流向了其他地方 任何人聽了都會憤怒 自由亞洲電臺說 這篇文章已經有6億多人次瀏覽 但本臺記者查證的時候發現這篇名為 4000個口罩奇幻漂流廠家們賠錢生產救援物資 被微商從武漢賣到廣西的文章 已經被從搜狐網站華商韜獵的官方賬號刪除 中共黨媒報導說 武漢市武昌醫院院長劉志明 因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2月18號早上去世 終年50歲 這是中共官方報導的第一位 在武漢肺炎疫情中死亡的醫院院長 因此引發熱議 網上的消息說 其實劉志明早在1月17號晚間就已經去世了 最早發布消息的是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 宣教中心主任的微博賬號全民健康 不過原文在幾個小時後被刪除 並改為劉仍在搶救 之後呢大陸媒體的報導就出現了 劉志明病逝搶救中在病逝的多個消息版本 有網民說這個過程與武漢眼科醫生李文亮 去世前後的情況相似 網民估計可能中共官方認為這是負面消息 所以不願讓老百姓知道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 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 武漢醫療資源緊張 民眾的日常就醫受到嚴重的影響 一些原本就有基礎病的患者更是雪上加霜 他們希望在新冠肺炎以外 儘快地恢復常規治療 2月16號武漢市漢江區居民彭顯榮 向記者述說了丈夫的兩難處境 但是他這個毛病又非得免於你牆 所以說現在他的情況就很矛盾的很複雜 昨天我們在出行醫院去醫生說 坐診一個多月發燒的病人 沒見過你這種情況的 他都不知道怎麼辦 彭顯榮的女兒做CT後 也顯示肺部輕度感染 女兒希望能有隔離點收治 通過各種渠道求助 但目前沒有床位 一家三口仍住在一起 馮先生的母親吳遠在也是尿毒症患者 馮先生認為 母親很可能是在做透析的醫院感染的新冠肺炎 因為之前並沒有怎麼外出 而透析醫院突然通知所有的患者都去做CT 第一次做CT的時候 我媽媽的背部是有一點點炎症 然後他們說是沒事的 做完兩次之後 然後又給我媽媽打電話說 明天再去做CT檢測 然後做完之後 他們就說不能安排我媽媽在那裡透析了 說很有可能是已經患有新冠了 讓我們去聯繫社區才能做那個核酸檢測 然後我們把帶的片子和血腸灰都給社區的看 社區的說我媽媽排除一次沒有感染 只是普通的肺炎 給我們做核酸檢測 然後就相當於下工了 我媽媽又在家裡邊做了兩三天 然後實在沒有辦法 然後跑到醫院去 去人民醫院求的 然後做了一個核酸檢測 這算是陽性的 50歲的梁斌患有肾衰 每週也需要做兩次透析 他還患有糖尿病 需要打胰島素 他在網上求助 儘快給他安排可以做透析的醫院 武漢市青山區居民汪邦叛的母親 方平患有哮喘 新冠肺炎對他來說 無疑是雪上加霜 11號確診的 現在花燒不燒了 但是咳嗽很厲害 因為他本身就有哮喘 然後他只要呼吸的話 就會咳得特別厲害 精神狀態也不是特別好 他現在是一個人隔離在家 社區有打電話來說 現在安排了那個古漢市中心醫院 然後說那邊拍車現在過來接 你要去住院 但是幾天前也有說拍車過來送醫 但是那天我們等了一天一夜都沒有拍 所以也不知道這一次是真的還是假的 在等待中 一天又過去了 這些原本就有基礎病的患者 極切希望在新冠肺炎能獲得醫治以外 也能保證他們的常規治療 而武漢的醫療系統在疫情的衝擊下 顯然已經不堪重負 武漢爆發的新冠瘟疫、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 每天都在攀升 幾乎所有的醫院目前都是一床難求 然而卻有人嫌棄醫院病房的條件不好 不願就醫 也有人因為沒有病床而含恨離世 新冠肺炎肆虐 武漢醫院一床難求 但僅有人因為病房設備差而不願就醫 香港《蘋果日報》2月16號報導 湖北省司法廳退休副廳長陳北楊 一家三口被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卻因為嫌棄醫院病房達不到廳級幹部標準 堅持不願就醫 執意居家隔離 甚至還搬到另一個沒有感染的社區居住 四處走動 引發邻里檢舉 2月12號 社區人員、司法廳、 警方及醫護人員上門勸導5個多小時後 陳北楊提出三大要求 包括 第一 本人是廳級幹部 要住好醫院 並且要單人房 第二 要與兒子在同一間醫院以便照顧 第三 同一當天做檢測 若是陽性就住院 陰性則不走 13號 警察再度上門 僵持一個多小時 陳北楊總算願意搭乘公務用車前往醫院 就在退休官員耍官威的同時 湖北電影製片廠導演昌凱 14號因感染武漢肺炎去世 死前寫下一書 透露一家四口連遭數家醫院 以沒有病床為由拒收 只能回家自救 最後活活被新冠肺炎熬死 一種疫情 兩樣情 有人嫌棄醫院病房 不願就醫 有人卻因為住不上醫院 含恨離世 可能會得到比較不錯的照顧 就在這個時候 她都沒有辦法得到一床難求 這也就同時證明好多問題 在武漢 她的病床到底有還是沒有 那麼通過陳北楊這個事件 我們能看到 床還是有的 就是永遠都會存在 留給特權階級儲備的病床 這些病床是絕對不會給你老百姓的的 常凱一家的遭遇在中國網路上廣受議論 網友認為 連常凱這樣的中產階級家庭 都發生這樣的悲劇 可以想像社會底層的家庭該有多麼絕望 武漢市民嶄城裡做了兩次核酸檢測 已經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目前她還在隔離點等待醫院的床位 她希望能儘早離開那裡 避免傳染給他人 她的太太已經出現了感染症狀 武漢市民蔡小倩13歲時得了尿毒症 2月13號 同氣醫院的血液透析中心 以患者疑似新冠肺炎為由 拒絕提供透析治療 讓患者上報社區 等待安排或自找出路 社區告訴她回家等通知 蔡小倩的父親多次打電話 詢問都沒有結果 目前蔡小倩一人獨居 情況十分危急 非常需要透析治療 父親只好上網呼籲救救她女兒 武漢市民上傳視頻 抗議政府不作為 不把人民當人看 他們現在買不到藥 等不到病床 現階段誰抗議 誰就會被打壓 我發生 我也很危險 我也知道 但是我已經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滿院子的人在醫院裡面 沒有病床 沒有醫藥 CCTV講的那個新聞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 居住在武漢的作家方方 從1月23號武漢封城那一天開始寫封城日記 記錄疫情的真實情況和救援行動的荒謬 方方說 在武漢 幾乎人人心裡上都有創傷 16號他在日記中寫道 歲月在災難中沒有靜好 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 只有親屬的肝膽寸斷 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 武漢人的痛 不是喊喊口號就能緩解的 作實中共隱瞞真相 是為專家不去湖北 前往中國訪問的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專家組 聲稱2月17號開始與中共專家一起到北京 廣東還有四川瞭解疫情 但是不去疫情最嚴重的武漢和湖北的其他地區 有專家指出 這坐實了中共故意隱瞞疫情真相的說法 世界衛生組織WHO專家組從2月17號起 將與中方專家一起到北京、廣東和四川進行現場考察 但是這次疫情爆發的中心 也是疫情最嚴重的湖北省武漢市 和其他地區 卻不在行程之中 香港《南華早報》報導說 一些專家認為 如果世衛專家組不去武漢或是湖北的其他地方 他們就無法獲得有關這次疫情的完整訊息 報導引述悉尼大學全球衛生安全與國際關係的專家 卡姆拉達·斯科特的話說 如果國際團隊不去武漢或湖北 將對疫情一無所知 這正好符合中共正在試圖隱瞞疫情真相的說法 武漢新冠病毒肺炎爆發以來 外界一直質疑病毒的源頭是武漢病毒研究所P4實驗室 而不是中共所聲稱的武漢華南海鮮市場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分析說 中共不讓世衛國際專家到武漢和湖北其他地區考察 除了忌膽專家洞悉武漢P4實驗室洩漏病毒的秘密之外 還有兩個其他的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 中共在武漢肺炎的死亡人數和感染人數上也可能存在嚴重造假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上週五表示 前往中國訪問的專家共12人 他們將與12名中國專家一起進行考察 這是世衛組織與中共討論了兩週之後的結果 美國之音早前曾披露 這些專家其實都只是世界衛生組織的聯絡官員 藍述認為 世衛送到中國的這些專家名單 都可能須事先經過北京的認可才可以成行 根據世衛組織官方網站發表的報告 2014年西非地區爆發埃波拉疫情時 世衛組織在西非部署了2013名技術專家 其中777名專家去了幾內亞 460人去了利比利亞 668名專家被派往塞拉利昂 這三個國家是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這些專家中包括600名流行病學家 76名實地協調員 73名數據管理員 242名實驗室技術員 26名臨床醫生 110名後勤人員 128名防止感染與傳播的專家 44名通訊官 53名社會動員 社區參與專家和15名人類學家 有網民表示 中共給錢 是為收錢 去哪裡當然是由中共決定 武漢是投放生化病毒的地方 怎麼可能讓外國專家調查 中共領導陪同世衛專家去視察的地方 也是經過美化的盛宴款待 好吃好喝 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由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武漢市洪山區泰格生臺公寓小區居民 2月17號發現一棟居民樓樓下的九九公寓中 偷偷住進了兩名確診病人和兩名陪護人員 因為擔心會造成群聚性感染 四處投訴 但都沒有結果 拍攝視頻的居民說 這個小區已經有一例死亡 還有多起確診病例 2月18號 網友在推特上傳的一段視頻顯示 一名白髮蒼蒼的老人被一名警察按在地上 用手槍直接頂著腦門 並高聲炫耀地問道 這是啥東西 老人發出悲慘的喉哭聲 上傳視頻的網友說 老人沒戴口罩 可能有抗拒執法 身著嚴密防護服的武漢公安 2月18號連接抓人 一段視頻顯示 一位戴著口罩 在自家門口曬太陽的老人 被兩名公安不由分說地拉走 老人問什麼時候回來 警察回答說 你還想回來 看守所待15天再說 然後將老人粗暴地扔進警車 2月15號 網上一則消息說 北京西城區政府的一個工作人員 不是從湖北回來的 沒有觀察 直接上班 結果發燒 確診SARS-2 西城區政府已經60多人被帶走隔離 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前幾天才去西城區 指導防疫工作 得知此事非常震怒 所以昨天北京市發布了所有外地人員回京 必須隔離14天這個命令 18號 西城區區長證實事件屬實 並說明有69人被隔離 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2月14號 在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上 從多個方面闡述了華為5G的威脅 他批評中共破壞普世價值觀 輸出數字專制 並呼籲西方各國要抵制華為 否則將淪為中共獨裁主義的犧牲品 上週五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出席 在德國慕尼黑舉行的安全會議開幕室時發表講話 批評中共破壞普世價值觀 輸出數字專制 對全球造成威脅 中國正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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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美國公司合作 國民無法輸入中國的交易資源 貝洛西表示 由一個不認同美國價值觀的專制政府 主導5G通訊網路 是中共最陰險的侵略形勢 都會被那些強權監控 所以呢 不讓華為參與美國的5G建設 才是真正對世界普世價值的一個保護 當天也在現場的中共前副外長 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傅瑩 向佩洛西發問稱 為什麼西方國家引入華為的5G技術 就會威脅到民主制度呢 難道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這麼脆弱 區區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威脅到它嗎 佩洛西回答說 華為是通過逆向模仿美國的創新技術起家的 也是他們起家的主要方式之一 所以 美國知道華為擁有的能力 但美國並不想模仿中共的制度 也不想逮捕數百萬新疆維吾爾人 威脅宗教信仰 並破壞香港的民主等等 相反 把人家回答的問題更犀利 佩洛西講得很清楚啊 我們不跟你打交道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華為的產品 是對我們國家安全是有問題的嘛 所以我們才不才那 但是我們更反對的是你共產的制度嘛 佩洛西提醒西方國家 如果想讓信息自由流通 想建立一套尊重人權的價值觀 就不要靠近華為 臺灣企業家 社會運動人士高維邦表示 佩洛西的發言說明了 美國兩黨在抵制華為的立場上是一致的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 也參加了本屆的慕尼黑安全會議 埃斯珀在會議上提醒 華為對歐美國家以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構成安全威脅 2月16號 佩洛西再次向盟友發出警告稱 選擇華為5G建設未來的信息高速公路 就相當於選擇了網路專制 對於華為5G的低廉價格 佩洛西認為 華為不是自己研發 而是通過非法手段獲取了美國的技術 西方國家不應該因為華為產品的價格便宜 就放棄自己的價值觀 另外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科頓在1月8號曾提出法案 對允許使用華為5G網絡設備的國家 美國將不與他們共享情報 目前 美國正在和盟國共同研發5G替代技術 並一開始在美國軍事基地進行測試 好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時間 再會 我們下期到